第十九题 A B两斜面各对应于甲乙两螺丝钉 若要将螺丝钉悬入相同材质的木板内 何者叫费力 第一个我们可以单纯的就课本上所教所背的叫做 螺纹比较密的会比较省力 螺纹比较疏的会比较费力 但是我老师说过这个讲法是不太正确的 这个讲法的前提是 它中间的那一根是要一样粗才有这个状况的 但是呢老师说过 要看的是它转一圈 跟它的一个螺级的比 也就是它造成这个螺旋的悬面的高长比来看 谁比较省力谁比较费力 那这个图上面有给我们AB两个斜面 你可以看到AB两个斜面的高长比呢 A呢会比较大 那么B的高长比呢会比较小 所以呢我们的B就会是一个比较省力的斜面 A就是个比较费力的斜面 所以我们甲螺丝丁就会比较费力 以螺丝丁就会比较省力 这样的看法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第四六题问我们说 何则比较费力 我们答案呢选择的是 A甲比较费力 A甲比较费力